再來關注到二零二次總統選戰逐漸加温 但藍白河的談判卻是困難重重 目前雙方進入第二階段的政黨協商 但同樣是僵持不下 侯瑜二十七號一度動怒 他表示他才是政黨協商中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嫁娶不是沒人說了算 是侯友宜自己說了算 侯瑜跟喊話要柯文哲 不要拖 柯文哲是犯槍 不應該用個人的利益來綁架全體利益 相信藍白河也不是侯友宜一個人說了算 雙方隔空鬥嘴 同樣又是美共識 除了我們反對新潮流以外 所有其他的力量都可以一起來合作 一開口又是炮轟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跨黨派專家學者陪同下 召開聯合政府記者會闡述選後政治理念 但現在選前藍白談判就卡關卡了老半天 選後這聯合政府該怎麼順利籌租 如果這個總統沒有合作 其他都不用談 這個就是典型的 用個人的利益去綁架全體的利益 面對國民黨前一天威脅利誘 喊出如果總統選戰不合作 就沒有所謂聯合內閣 柯文哲完全沒在客氣 但另一邊侯友宜同樣很不滿 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娶 要不要嫁 不是沒人說了算 是我說了算了 我有相信侯友宜不會說什麼 他講的才算 你不會講說民眾黨你們都不要講話 只有一個人講的話算 雙方一來一往火氣都很大 如今藍白已經進入政黨協商 但侯柯什麼時候正式碰面時間還是巧不龍 政黨協商是今天就要做了 結果又要到下禮拜 什麼是跌彈 11月20號 不過11月20號什麼都不用講 我總不能到11月19號宣布說 啊 談判破裂 然後一個話一個晚上去找副總統 你說的30秒 你是決定百人的生死 我是一秒 決定我的生死 這時間拖過了多少個30秒 柯文哲主席 不要拖 互相指控對方拖時間 原定27號就要碰面又拖延到最快下週一 藍白河淪為藍白拖 互相指控對方拖時間 原定27號就要碰面又拖延到最快下週一 藍白河淪為藍白拖 資深媒體人陳文倩更評論 整合去年12月就該開始 卻拖延到今天 更認為侯正營派出金普衝 提出民眾初選就是來亂來破局的 一開始就是別有居心毫無誠意 眼看選戰時間所剩不多 藍白河做卻早已淪為口水戰 記者 陳思琦 陳明華 台北総報道 記者 陳明華 台北総報道